4月8号APINK孙娜恩正式宣布退团了 APINK孙娜恩在个人SAAS上上传了手写信 告知了粉丝们退团的消息 惊呆了许多粉丝 途中说道 我要离开一起走过11年的APINK了 因为是和家人一样的地方 所以经历了一番苦恼后 才困难地做出了这个决定 每当回想跟成员们粉丝们度过的时间 回忆就会让我有无法形容的感觉 真的很感谢 让我的时代二时代变得最辉煌 最幸福的所有人 我会将斯纳恩这个名字刻在心中 不会做出对不起这个名字的事情 我也会真心地为APINK应援 之后APINK队长朴出龙 也在网上发文安慰粉丝说 现在只能对大家说对不起这句话了 因为是一起度过困难 幸福时间的成员们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实感 为了维持团体活动 每个成员都有牺牲努力的部分 我们也已经考虑 什么是最好的选择 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最后APINK的所属公司表示 从4月19号发表的11周年 分搜那天起 APINK将会以五人组合继续活动 成员六个人以及两家公司 有一起见面讨论团体的事 但最后还是非常遗憾 地下了这样的决定 让我们来看看韩国网友的反应 虽然之后没办法在APINK里看见CNN 但希望之后能多在电视上看见CNN 会支持你的 真的很感谢和辛苦你了 NNN啊 希望你能一直健康 或一直做你想做的事 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见吧 留言都好暖 不管做什么活动都不会改变 曾经是APINK的事实 希望不管是成员还是粉丝 都能留下美好的回忆 虽然不是APINK的粉丝 但APINK陪我度过了学生时期 永远忘不了七个人的APINK 虽然现在已经变成了回忆 但是绝对不会忘掉的回忆 爱你 不知道大家对于CNNN退团的消息 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在底下和我们讨论分享吧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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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